比肾虚更惨的是 皮肾两须加弹湿 不补毛病多 一补就上火 如果是单纯的肾虚问题 其实很容易调理的 相比于肾虚的人 皮肾两须 同时夹杂着弹湿的人就比较惨了 因为不补的话 身体虚毛病多 单补的话 根本补进去 还容易上火 如果你的舌相伸出来像下面这个粉丝一样 那今天要讲的内容一定要听仔细了 这个粉丝的舌相就是典型的皮肾两须夹杂弹湿 甚至还存在一些甘于气急不通的问题 第一他舌苔白腻 两边存在齿痕 说明弹湿比较重 所以平时容易出现一些手脚发麻发木 嗓子眼里有异物感 头发脸爱出油 四肢困重 不想动等症状 同时他舌中还存在很多裂纹 说明脾胃功能差 所以他消化方面比较差 容易腐胀 消化不良 同时气血生成和水湿运化的能力下降 所以气血比较差 蛇色但弹湿重 第二蛇跟白腻胎凹陷 这就说明他肾氧也亏损 因为肾同时可以调节水液代谢 加上肾和脾相互影响 所以肾虚后体内同样会生成弹湿 同时引起脾虚的情况 出现 因此他除了刚才提到的症状外 平时还容易出现膝盖下肢发凉 腰酸腰痛 尿皮尿多以及功能下降等方面的问题 第三蛇两边略微发红股胀 说明存在一些肝与肝气不通的情况 所以情绪方面容易出现焦虑爱生气的问题 或者是本身环境带来的压力比较大 那他这种复杂的情况如果盲目进步 脾胃吸收不了 痰湿和肝气不通 药效就容易堆积在体内 导致内热出现 容易引起上火 或者是湿热的问题 但如果不进步的话 这些不适也难以解决 因此这种比较单纯的肾虚更难调理 我的建议是先通后补 由于弹湿问题比较重 所以先以二尘汤为基础方 配疏干礼气的中药调理 等舌相干净 补露畅通了 再以贵府礼中汤为基础方 对证加减 补义匹慎功能